镜头回到台湾来关系的是彰化地检署侦办日月民工案 检警今天大动作持续搜索传唤21人道案说明 而其中18名证人3名被告 根据了解这21人案发前后都有去过墨园 而检警厘清重点在于占性高中生 是不是遭到了日月民工团体集体的不当管教 凌虐致死等疑点来扩大追查 警方就指出21人中有成人也有学生 也有在压学员的小孩 至于学员身份呢 检方还不愿意说明 表示目前还在询问当中